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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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喜歡走路 再多說一點 最輕鬆 最自然 坐著也很輕鬆 躺著也很輕鬆 最輕鬆的活動 Yes 还有吗 为什么喜欢走路 可以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思考 这句话反过头来问 就会是说 当我没有在行走的时候 我不太容易思考 不用笑啊 真的啊 是真的 我现在在讲话的过程里面 我其实不太容易思考 因为我此刻的动能 是在要把这三个小时的课讲完 我的任务是要做完这件事情 我有一个任务 是这件事 我不太容易思考 走路它创造了一种 可以跟自己对话的情境 它不但创造了一种 可以跟自己对话的情境 它还让你从你本来的脉络中 跳脱出来 是吧 这件事情非常奢侈 我跟各位说 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事情 你真想 你真想你上一次 用类似像打坐的方式 停下来跟自己对话 是什么时候 在笑 过去三年来好像没有过 对不对 知道我在说的 我们如何为我们自己创造出一个 可以跟自己对话的情境跟条件 我们如何为自己创造出一种 可以慢速去体验环境 而这个慢速去体验环境的那个环境 其实都是我们平常用高速经过的环境 这件事情它奢不奢侈 当然奢侈 我们现在在这个工业性 工业节奏中在生活 我们的速度都是被决定的 不是吗 你真的想一下 你连刷牙刷几分钟叫做标准 也都是被决定的 我们跟孩子讲说 你至少要刷三分钟才叫干净吧 他其实刷三下 牙刷都还是干的 就想要去睡觉了 我自己认为 人为什么要走路 为什么要观光 为什么会迁徙 我们排除工具性的理由不谈 比方说我为了要让自己更健康 我为了要离开这个让人讨厌的环境 先撇除这种工具性的角度不谈 对于自己来说 人之所以要走路 他是为了要在差异中可以分辨自己 在什么差异中 在环境的差异中 他不断地在新的环境中 重新辨认自己 当你走在 乱讲 淡然古道的暖冬旧道上 你走了六个小时之后 你回来 你发现你的脚底板特别痛 好像有一种快要脚底筋膜炎发作的感觉 你回过头来会想的是说 我在走路的过程当中 我好像大量的经验到 在步道上的石头的感觉 那是平常不会感觉到的 走路是为了要创造一个可以探索自己的情境 就像我们刚刚在说的 它是为了要发展一种对话的可能 它可以发展出一种对话 我过去这一年半章当中 我曾经 我应该是说 我好几次在情绪非常非常 在情绪非常非常满的情况之下 透过走路来让自己中断 然后走完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我情绪这么满 我就从暖暖我家出发 然后就一路开始走 从暖暖 然后最后走走走 走到哪里 我最后走到南港展览馆站 我走了六个小时 我顺着基隆河一直走 而且不止一次 在那个过程当中 想尽办法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新的 不是被既有秩序掌握的空间和时间中 然后可以重新跟自己对话 这件事情对现在的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事 但它很重要 那是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情境 就像是在做手作步道也一样的意思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到底成为了什么人 所以很想邀大家 在今天的课之后 或者是这个学期的课之后 回过头来重新面对你自己的兴趣 到底是什么 你如果对于手作步道的兴趣是你以为的ABCD 那很好 但是你愿不愿意再多想一点点 EFGH 它可能还可以是什么 你想跟谁对话 你想创造出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关系 而这件事情是在你本来的生活脉络中 它不曾发生 不允许发生 或你期待它发生 但是条件不足的 我举这个例子给大家听 我也常常用这个问题在考 很多不同的人 一个人到底要透过什么方式 才知道自己不是被圈养的 一个人要怎么样才会知道 自己不是被圈养的 这个问题听得懂对不对 换言之就是如果一个人是被圈养的 他自己会知道吗 我们透过移动 离开了既有的脉络 到了一个新的脉络里 才会有机会回过头来辨认 本来的脉络是什么 对吧 你一定要碰到不同于你的人 你才会有机会回过头来辨认 我自己是谁 对吧 移动是为了这件事情 它在过程中 它不断地换到新的环境中 所以有机会回过头来 不断辨认我自己所处的环境 我才发现我自己是谁 你知道在心理学里面 一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实验 在发展心理学里面 叫做Rooge Test 叫胭脂测验 有没有听过 就是说你把一个小baby 放在镜子前面 小baby它会知道那是它自己吗 我们换一种方式 你把一只狗放在镜子前面 它会觉得那是它自己 还是那是另外一只狗 它会觉得那是另外一只狗 对不对 你们家里有养狗 去试一下 那就代表它没有自己的概念 它没有self 但人有啊 可是人的self的概念 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 这个非常神奇 你透过神学 也不一定有办法 可以解释这件事情 但是是一出生的小baby 它会知道self 不会 它完全不会知道 它不会知道自己是什么 所以你会看到小朋友 放在镜子前面 有一些小朋友发展阶段 还没到长出自我辨识 自我认同的时候 他会对着镜子里的小朋友说话 然后跟他讲话 跟他玩 那什么时候会长出self 这个rooch test 就是这个胭脂测验 它到后来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它到最后发展出一个东西 叫做镜像理论 但回过头来再说的 还是一件事情 那他到底怎么检查出 这个小baby 自己已经有自我辨识 和自我的 知道自己是什么的能力 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你把那个小baby 在放到镜子之前 你用一个口红 在他鼻尖上点一个红点点 如果他坐在镜子前面 看到镜子里面那个小baby 鼻子上有一个红点点 然后他回过头来摸自己的鼻子 想要确定那是什么 你就知道 他已经知道镜子里那个是他了 没有人有办法解释 这到底怎么长出来的 但我是说 终究他要知道他自己 必须透过有一面镜子 所以我们都是在 跟人跟人之间的差异中 分辨自己 确认自己是谁 走路也是 你要如何知道 你自己是不是被圈养着的 最简单的方式 也是走路 你就一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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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最边缘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是不是被圈养的 你如果是一只被圈养的牛 你就只能做一件事情 你一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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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过两个山头之后 你到最后发现 怎么有一个柵栏拦住我 你就会发现 哇 原来我是被圈养的 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要有一个新的决定 这只牛 我要继续留在这个边界里面 还是我要跨出去 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 一路走 这个是比喻 但是其实是在说 如果你只要愿意不断地走 某种程度 你其实就会不断地碰到 找到你自己的边界在哪边 然后你不断找到 自己边界在哪边的同时 你就会不断地有机会可以决定 你要不要成为一个新的你 或者下一个阶段的你 要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大概也是在这种过程当中 成为我们自己 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 我们在这段过程 时间过程中 我们怎么把淡然路往 这件事情串联起来 前面刚刚已经看到 有非常非常多 很细绵密的路网 但是今天我们 我只特别特别讲 其中四条路线 这四条路线不是一个观光指引 而是在告诉大家说 我们心里面不是本来就存在的这些路线 而是它是在我们进行各式各样社区实践的过程当中 重新分辨了这件事情 有四条 暖暖一直是淡然古道 北路的起点 它同时也是中路的起点 看得清楚这个图吗 那一条蓝色的这一条 是基隆河 基隆河的中游 然后这边是暖暖火车站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看不清楚 暖暖火车站的正对面就是暖江桥 然后淡然古道的北路 就是从基隆河过暖江桥之后 在基隆河的右岸 然后开始往上游走 这个是淡然古道的北路 淡然古道的中路呢 是从暖暖这一侧开始走 然后一路往东式坑的方向去 这个是淡然古道的中路 第三条跟大家说的 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不断的在 透过各式各样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八个箭头的那个图的过程 那个是我们自己的实践过程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发展出了一个 叫做暖暖西散步道的系统 它其实就是顺着暖暖西 然后暖暖西上游分成 西四溪跟东四溪 也就是东四溪跟西四溪 汇流进入暖暖西 暖暖西在最后注入基隆河的中游 暖暖西散步道 然后最后一条 最不值得说 但是它一定会发生 因为在今年年底以前 这件事情就会完工 是基隆河防汛道路的串联 它会变成是一个 基隆河的自行车道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是顺着基隆河 有时候是左岸 有时候是右岸 然后就一路连通道暖暖 未来是可以直接从 顺着基隆河的自行车道 一路就从瑞芳 从新北开始 然后就一路走走走走走走 可以一路骑脚踏车 或步行到哪里 到淡水 非常长 全长大概应该有60 60公里左右 一天可能走得完 但是很累 这个还不能称之为路网 但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尝试开始对 刚刚在讲的淡然路网 这件事情开始做一点点事情 从我的角度来看 基隆河的河岸 自行车道或防汛道路 然后以及暖暖西散步道 也都应该要视为淡然路网的一部分 这个没时间讲了 好 所以 你如果看到这张图 淡然古道的北路跟中路的起点 为什么会是在暖暖呢 它其实真正应该要说的是 它是过去基隆河河运 的终点就在暖暖 从河运 水运 转路运 也在暖暖 换言之就是过去 可以用各式各样不同的船只 在基隆河水位还比较高的时候 可以一路 从 甚至从蒙甲 或者是 从汐止 然后一路上溯 基隆河 然后到暖暖作为终点 然后在那个地方再从水运改成陆运 然后一路 挑货物 主要是顺着淡然古道的中路 就一路进入往宜兰的方向前进 所以它是整个北台湾 甚至开蓝的过程 宜兰开发的过程 所形成的大陆网 所以暖暖这个地方 它就会变成非常非常重要 过去在整个淡然古道 慢慢逐渐形成的过程当中 那个时候的暖暖是非常非常富庶的 很有钱 我们当时在暖暖其实一直有一个赎宴 那这个赎宴可以讲给大家听 就叫做九万十八千 九万十八千一直是暖暖的这个地方 非常老暖暖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一句俗言 九万十八千指的是什么 九万十八千指的是说 在那个时候暖暖的有钱人很多 有人说这是只是一个比喻的数字 但我觉得应该不是 九万十八千指的是说 财产一万元以上的总共有九户 千元以上的有十八户 这样讲了解 那一万到底有多少 一千到底有多少 这件事情只能说 在当时在暖暖地区的大宅院 一栋宅子大概就是五百块 我们回推知道是这个数字 而在同时期的细指 暖暖已经是九万十八千 同时期的细指是七万二十七千 总的来说暖暖的有钱程度 其实并不亚于细致 而且在那个时期的暖暖 它所累积的财富 甚至都比现在的基隆还要多 因为基隆开发的比暖暖还要晚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是说 整个北台湾开发的过程 基隆河是关键 基隆河的水运上到暖暖来之后 再暖暖转成陆运 然后开始走出淡兰古道的中路 和北路 这件事情其实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会觉得说 你如果想要了解淡兰陆网 或淡兰古道的北路跟中路 你就必须也要了解暖暖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透过走读暖暖这个社区报 我们每一年都会发行个几期 然后不断的希望能够让更多暖暖 在地人愿意开始了解自己居住的地方 然后以及这个地方的历史到底是什么 这件事情我们从左下角工作室成立以来 我们其实没有间断的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甚至这几年把这个议题带 因为我选上市议员 把这个议题带进市议会 然后才慢慢慢慢稍微得到基隆市政府 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的关注 好 类似像这个也是 这个都是我们在过程中 就是刚刚在讲的 淡兰陆网的在地经营 社区报其实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所以包含像社区报这样子的主题 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 如果真的要了解暖暖 你就到暖暖的古道上走一趟 整个过去暖暖两三百年来的产业变化 你其实都会在步道上可以看得到 好 然后包含这个 包含这个是更早以前在清代的地图 古地图 过去在清代的时候还有翻戒 那那个时候有翻戒的时候 的基隆和暖暖长什么样子 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把它转化成是社区报 让民众可以看得懂的语言 然后一路往前进 好 我再往下 时间的关系我速度快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慢慢慢慢淡然古道 当然主要的是在千里步道 整个二十年来的推动之下 它慢慢从一个社会运动的议题 环境的议题 慢慢慢慢成为在政策上 具有辨识度的工作方向 但是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如果从淡然古道的角度来看 不是国家绿道 从淡然古道的角度来看 其实淡然古道是分布在 北北基这三个县市 北北基移这四个县市 我们到目前为止 对于基隆市在淡然古道 我们到这个议题上的琢磨 其实还是非常不满意的 这个必须诚实地说 也必须用力地说 每一个县市首长 对于布道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 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这个东西当然也是反映着 整个基隆市这个社会 和整个社群 对于这件事情到底重不重视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几年花最多力气在淡然古道 这个议题上其实是新北 新北市做了很多很多 跟淡然古道有关的议题 甚至它都已经直接超过了交通部 甚至超过了交通部观光局的进程 基本上就是已经是走在交通部的前面了 好 那我们也在地方上 为了要让淡然古道这个议题 有更多的民众知道 然后我们自己也主动加入了这个系统 然后我们成为淡然古道 我们办公室同时也是 左下角工作室同时也是淡然古道的资讯站 好 所以淡然古道的北路 我要讲了 后面前我速度会拉得更快 要说的其实是说 在淡然古道行经的这些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点跟人跟故事在当中发生 而这件事情都跟我们 现在的我们息息相关 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去跟一个国中讨论 国中校长讨论 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毕业班的孩子 带到淡然古道上走一轮 然后作为孩子们的毕业 可能不到毕业旅行 但是作为见证孩子们毕业的活动 校长一定会说好好好 但你真的问孩子的时候 孩子都会no no no 这件事情是为什么 是因为没有一个孩子 他自己觉得他跟这个古道什么关系 就像是你问学生说 为什么要学历史 那是一样的问题 我们怎么让步道古道这件事情 是可以跟现在的我们发生联系 这件事情它其实都是在生活中 必须要透过实践来进行的 我们此刻在做的事情 我自认为就在做这件事 好 淡然古道的北路 我们刚刚讲 从暖暖火车站对面 然后也就是基隆河的右岸出发 然后一直往北走 那其中在这边会直接碰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景点 我认为也是暖暖人的骄傲之一 就是暖暖狐血 狐血也都不细讲 那只不过是要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眼睛看得到的 在台湾留下来万年千年百年以上的 其实它都是一个累积过来的过程 这个暖暖狐血其实是从早年开始 在暖暖在地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开始关注 而且一次两次三次的 不断的跟公共政策 以及跟公共建设进行拉扯 所以才有机会可以保留下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